开始了 好 有人问到 这个练功呢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话语 有一段心法 动静兼修 这个话语呢 是我们李凤山师傅 特别强调的 有动弓就一定要有静弓 动 把身体动开 完全的静下来 保持沉稳 真正好的气功呢 动里头呢还有静 真正好的 打坐 它的静里头呢 一定有动 如果说临时代来不及 好好的动 动中里面练出它的静态沉稳的感觉 是不是要马上静坐呢 就可以不用了 但是如果说你时间够的话 练了这么好的气功 而后呢 让自己稍微静坐一下 让气呢能够彻底的 帮助它回流 哇 那个效果更是加倍 所以加油哦 好好地听话 听李凤山师傅的话 把动弓跟静弓 用心的彻底的学起来 我后面呢就是 李凤山师傅第一座 在板桥开的道场 地址是板桥区 东文街 三十之二号五楼 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来还修 一切顺利 我们来说 你能够的吗 对